二米呀 二妈 你说 打了就打了呗 你还能往上安啥呀 妈呀 能不能少说两句 这不在找茬呢 找着茬不就安上了吗 找啥茬呀 你瞅瞅这个都安烦了 烦了 哎呀 你说说你 把小鞋妈教育的换都忘了 咱们家的家风叫诚实 那你说这个东西打了 那是你打的 你就承认呗 你还给他强词多理的 找啥理由啊 妈 这一看就是风大寡倒的 风大寡倒 那这房子咋没刮倒呢 那反正这就是你没放好 反正就不赖我 我没放好 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 也没人碰的 他也没打 你说你这孩子 就是你打碎了 你就承认得了 你可真气死我了 哎呀 行 我打碎的 我打碎的行了吧 别生气了 我错了 再说了 现在不止我这样啊 就谁遇到这件事 他都得这样 不可能 你看 你还不相信 你还不相信 你一会儿等我们家前车回来 你看看他 你试试他 他肯定也这样 二明烈 今天我跟你说啊 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 不管办啥事 应该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你知道不 他说不定了呢 沈顺风 哎 顺风 哎 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 然后呢 我给你看一下古董 啊 你古董啊 妈妈 妈 我听见顺风和我小小姨父回来了 你这么的 我试试他 保证一试一个准 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你这孩子试啥事啊 别试了 听我说 哎 哎 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呢 他肯定碰到后期了 你说你 你慢点啊 你这身板 小姨父 快来快来快来 是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 我看看 你讨 陶啥好玩意儿 古董 哎呀快看看 先说好啊 这古董是我的 你的你的 你的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啊 我拿出来看看 有外人没有 没有 就他俩 他俩没事 他俩是蛤蟆跳井 什么意思 不懂 不是 俩人呢 不懂不懂 快点快点 拿出来 或 三国时期的 三国的 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胃 无 我就差数了 胃数无 这不三国的吗 哎呦 我的妈 小姨父 依我看这两个碗 一个老胃的 一个老吴的 成大米饭用的没几年 你说你就不懂 还我不懂 假的 我天哪 妈呀 这个好 西汉的 西汉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你听清楚不是成西汉的 是西汉的 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 西汉 妈呀 还有落款呢 小姨父啊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 啊 现在的历史学家管那个年代叫西汉 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你找谁鉴定的呀 我们楼下老王头 多少钱呢 三百 妈呀你快要回来去吧 你不说 蛤蟆醒了 妈 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吗 哎呀都是一家人 你想咋说你咋说 关键是人家那晚上太稀罕了 咱那不行啊 完全不一样 咱那个圆代的 啥圆代的 啊 那个是我妈 她有一个圆代的清花词 你是不是都要放哪儿了 啊 对 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儿的 圆代的清花词 啊 忘了放哪儿了 啊 哎呀我想起来了 她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 那个小仓库里了 对对对 你干啥气呀 我妈说了 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无价的 你哪干啥去呀 对无价之宝 对 你家的传家宝 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 对 我们这外星人肯定没份儿 我们也不惦记啊 哎呀那好 走走走 咱俩做饭去 对啊 别动啊 原代 啊我不懂 清花词 我也不懂 我懂 我也不要 你不要我要 我 你给我装 你 你看 你干啥你 我去提起 来吧你 你让我来吧 你让我来 来来来 你抱着我 你抱着我来 我过不着 你这样吗 你我 我 哎呀 沙发怎么翻了呢 蛮坏的呢 小姨哥 刚才在那个小仓库 你看不看着 看见什么 对 看见了 这么长一条 红灵火线 你俩看着啥了 猫 老鼠 猫 老鼠 猫和老鼠 张牧与杰瑞 哎呀 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 啊 我那屋 哪来的老鼠啊 我放了半年 老鼠药 它也没人碰啊 哎呀 对了 是咋把这箱子 搬出来了呢 哎呀 我的原情话啊 怎么都打了 你把谁打的 谁 妈 对不起 这个瓶子是叫姨父打的 陈杰范 干什么 你变了 我谁 你大变 我没想到啊 你说谁呢 大 是我吗 啊 我站得好好的 你蹭下穿我脖子上 你拿下来的 天地良心呢 你拿我 够不着根本就 你够不着 你 你三个我够的 给你打扫一下卫生 没想到他 蹭进去了 非要看这情话 你说我 我持近拦的 拦不住我 你才变了呢 你 妈 你别信她的 是我要打扫卫生 你信她二变 哎 行了 我跟你说 那是我跟我妈打赌呢 妈 你刚刚我说啥 那种 我说这玩意要碎了 他俩肯定互相推 谁也不承认 这回你信了吧 这就叫善意的谎言 对不 考验我们俩呢 妈呀 妈你千万别生气 你这考验的 你这代价也太大了 这原情花呀 啥原情花呀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那是我给餐市场地摊上 花二十块钱买的 我看挺好看的 买回了哥那餐桌上来 结果真打 你说你们俩打了 就承认呗 要承认我还高点性 你说你俩这么的 我到心难受了 妈呀 妈呀 你吓我这一跳 干啥呀 哎呀 咱俩不是怕这玩意太贵重 这不是 这怕你生气 所以才撒得谎吗 老姐 你千万别生气啊 保重身体 这玩意什么破颜情花 我以为是真的呢 我也以为是真的 咱俩待会儿还得修沙发 那行了你们玩吧 我回家了 惠惠回来了 等会儿 小姨夫 既然他们能考验咱 我出个主意 咱考验考验惠惠惠吧 考验惠惠惠 考验惠惠惠惠 她是个小孩 你这玩意小孩不懂事 万一弄不好 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点来 没事啊 就考验考验嘛 看小孩咋够 小姨夫小姨夫 考验考验行 这回就让我妈输的心腹后腹 你说啥呀 妹叔 我行思也考验考验孩子 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你咋也这么说呢 行 那待会儿 这孩子不懂事 他要是没过关 你可别生气 放心吧 我回去我再教育他 好不好 那我去找他 我把他放 放慢点 放好 那门在这儿 快快回来啦 快快快快去嘞 这是放学了哈 放学了 今天的作业多吗 还行啊 怎么了 有啥事吗 没啥事 但是 我今天 姑娘您也长大了 爸爸有些事 也不得不告诉你了 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学了 啊 我 他 他 也不要再上班了 他 也不用再做饭了 明白了吧 咱家发财了 再发财我也得上学呀 你爱上不上 但是我告诉你 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真的 原情话 价值连城 在哪呢 在里屋 那小仓库里 千万别动 我跟你说 千万别动 一砸碎了 传家宝就没了 明白了吧 哎呀 爸你放心 你不让我动东西 我肯定不动 我在这儿写作业哈 我不动不动啊 不动 这孩子没事 挺好的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 我也写不下去呀 我上里写 哈 原代代 青花词 完了 这孩子上钩咯 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不可能 我有机关 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没事 要人家会会压根就没动呢 她是我女儿 我能不了解她吗 她的好奇心比我大 三百六十二个 她要不碰 我管你叫小姨父 我还是你小姨父 小姨父 孩子 来先放这 我看看 稀碎 孩子 你是不是发现大老鼠了 不是 不是 贵贵 你是不是发现一只猫 不是 你是不是风太大了 不是 是不是帮大姨打上小肠裤去来 真的不是 是我把青花死 打碎了 不行 我还得问一遍 我问你 这青花死 传家宝啊 是你打碎的吗 是 不是 是你打碎的吗 谁是 不是 这是你打碎的吗 是 这是你打碎的 都跟你们说 这是我打碎的 我疏 卉卉 我的好孩子 你呀 真是诚实啊 咱们的川家宝找回来了 他们把东西打碎了 谁都不承认呢 孩子 只有你承认 你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这青花死 对了 怎么办 哎呀 哪有青花死啊 这是你大姨 在菜市场 那地摊二十块钱买的 那考验咱们的 对 你过关了 但是 记住咱家的川家宝只有两个字 诚实 那我这诚实一下不要紧 以后啊 你你你还得继续上班 我呢 还得继续上学 大姨还得继续做饭呢 但是 咱们的川家宝 还在 我明白了 咱们家的川家宝啊 就是 诚实 对 咱们的川家宝 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